朋友们好,欢迎收听阿清分享的故事,这期继续分享《黑车司机》第152篇 莫小鱼并不是不知道门口来了个人,但是一直都在装着什么都不知道,杜小婉不会知道 她刚刚进了卧室的门,莫小鱼就从洗手间的镜子里看到了她 这把莫小鱼吓了一跳,所以只能是装作睡着的样子,眯着眼,注意着这丫头的一举一动 此时杜小婉心里也是矛盾的,很明显,从现场的一切都可以看出来 姑姑和莫小鱼刚刚干了什么事,想到莫小鱼对自己的态度,心里有一种凄凉的感觉 回头看看床上躺着呼呼大睡的姑姑,杜小婉退了出去,并且悄悄关上了门 这让莫小鱼常常松了一口气,虽然自己心里依然是心火旺盛,但是却不敢再继续在浴缸里抛着了 裹上浴巾后,悄悄起来,到了门口把卧室的门反锁上,这才稍微松了口气 可是莫小鱼在窗户边等了一会,杜小婉并没有离开,好像是在楼下客厅里待着呢 这让莫小鱼心里暗暗叫苦,她不走,自己怎么离开这里,手头还有一堆的事呢 你是莫先生介绍来的? 苏菲看着眼前的潘兴安,问道,因为她并没有接到莫小鱼的招呼 对,我原来在英泽集团任职销售总监,是莫先生把我挖过来的 她,没说吗?潘兴安有些意外地说道 那好,请坐吧,我给她打个电话问问,她可能忘了 苏菲说道,这个电话来得实在不是时候 因为莫小鱼昨天在楼下待了一晚上,手机就扔在沙发上了 而此时沙发上坐着的却是杜小婉 看着电话响个不停,杜小婉很矛盾,因为潘兴安还在等着 所以苏菲急于知道莫小鱼到底是怎么和人家说的 打了几个之后,依然是没打通 杜小婉此时拿着手机走到了卧室门口 刚想敲门,门打开了 杜小婉刚想说话,但是被莫小鱼嘘的一声制止了 两人到了楼下,杜小婉拿着手机说道 我不是故意想上去的 你的手机想了好久了,我怕耽误你的事 杜小婉解释道 谢谢,我看看谁的电话 莫小鱼说着接过去手机 一看是苏菲打了好几个过来 杜小婉看着莫小鱼拿着手机到一旁去回电话了 她坐在沙发上,但是想了一下 又觉得自己做着不好,于是又站了起来 直到莫小鱼打完电话回来 你来找你姑姑吗?在楼上呢,还没起床 莫小鱼说这话时也不脸红 她就当杜小婉没去过楼上了 你们昨晚,一直睡到现在 杜小婉问莫小鱼道 嗯,算是吧,你自己待会吧 我还有事,先走了 莫小鱼说道,她不想给杜小婉任何的机会 毕竟这是不可能的,自己也做不出来这事 这么着急走,你是不是很怕我呀? 杜小婉已经很久没见过莫小鱼了 这才刚刚见到几分钟,她又要走 一着急,就把自己的心里话倒了出来 你这孩子,说什么呢? 行了,我先走了,待会你上去叫她就行 莫小鱼说着到了门口开始穿鞋 你要是赶走,我就大喊大叫 说你非离我,把我姑姑叫起来 看看她是相信你,还是相信我 杜小婉嘟着嘴说道 嘿,你这孩子怎么学坏了? 莫小鱼说道 她才不怕她大喊大叫呢 这里到处都是监控 杜曼雪估计谁都不信 她掉出来监控一看就知道了 但是莫小鱼却不想把事搞得这么僵 那样记伤了自己和杜曼雪之间的感情 而且换句话说 如果杜小婉回家告诉杜曼山 那这事就麻烦透了 莫小鱼又回到了沙发上 想好好和她谈一次 难得这么有机会 小婉,你现在要好好学习 对你来说,考大学才是最重要的 别的都是扯淡 等你长大了你就明白了 到时候你就会后悔现在的思想了 莫小鱼说道 顾依依会后悔吗 她不是也不上学了 我都好久没和她联系了 你有她的联系方式吗 杜小婉问道 经杜小婉这么一说 莫小鱼也是豁然一惊 自己的确是好久没有和她联系了 好像是在上次她回家之后 自己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了 我也没有和她联系过了 你要是没有别的事 我可走了 回去和顾依依联系一下 莫小鱼说道 莫小鱼 你会和我姑姑结婚吗 杜小婉忍了好久 又问出了这个问题 这是大人的事 你小孩子问这么多干嘛 莫小鱼尴尬地说道 我说过 我不是小孩子了 顾依依和我一样大 你们做了什么事 她都告诉我了 杜小婉说道 好吧 就算你不是小孩子了 但是我和你姑姑的关系 你该知道吧 所以我和你是不可能的 将来会有更好的男人爱你的 是吗 但是我不在乎 你和顾依依 还有她的姐姐 不也是这样的关系吗 我也没见过你有所顾忌啊 杜小婉问道 这话把莫小鱼说得是哑口无言 看来这丫头琢磨自己自己 不是一天两天了 而且把顾依依姐妹的关系 都打听得一清二楚 这让莫小鱼非常的尴尬 有些事不是你想得那么简单 还是好好读书 等到你考上大学 就知道自己是多么幼稚了 莫小鱼说道 我现在也知道自己很幼稚 我要是有顾依依一半的心严 也不会让自己这么被动 看看顾依依 再看看我自己 觉得自己好失败 就连自己喜欢的人都保不住 还要看着 她和别的女人 睡在一张床上 杜小婉的话越来越露骨 莫小鱼不敢再说什么了 站起身 就要离开这里 但是却没想到杜小婉更大胆 看到莫小鱼要走 上前一把抓住了她 莫小鱼想要正脱开 可是眼看着杜小婉 泪眼汪汪的样子 她又舍不得了 就这么被杜小婉牵着鼻子走 等到莫小鱼醒悟过来时 却发现自己被带到了地下室里 这地方是干什么的 杜小婉挑衅地问道 我怎么知道这是干什么的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些东西 莫小鱼矢口否认自己知道这地方 你真的不知道吗 可是饥渴心告诉我说你知道 而且你们经常在这里玩 用这些东西玩 我想知道你们都怎么玩的 杜小婉问莫小鱼道 莫小鱼心里按骂饥渴心 怎么能这么干 这不是教坏了孩子吗 但是杜小婉却不给她考虑的时间 继续问道 我真的不知道 要不然你去问问你姑姑 看她知不知道 莫小鱼把这事推到了动漫雪身上 想用动漫雪压她一下 这小丫头什么时候鬼点子这么多了 莫小鱼 你也不用想着让她给我上课 我时常到这里来玩 我早把这里的东西都派下来了 你要是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就把这些东西发到网上去 而且还会注明 这东西是在哪里发现的 你说我姑姑会不会有麻烦 杜小婉问道 你疯了吧 那样你姑姑就完了 她可是政府的人 你不知道现在查的严啊 莫小鱼瞪大了眼睛问道 我知道啊 所以才能引起轰动吗 还有 她包养了一个学习美术的大学生 为了掩人耳目 还为那个大学生买了一套别墅 为了偷情方便 居然还在别墅下面挖了地道 有这回事吧 你说这个新闻是不是很狗血 杜小婉冷笑着对莫小鱼说道 莫小鱼觉得杜小婉要疯了 而她自己也要疯了 这都是谁告诉她的 都是饥渴心吗 说吧 你想怎么样 如果要我闭嘴 也可以啊 你要开始喜欢我 爱我 像对待顾依依那样 能做到吗 杜小婉问道 我看你是疯了 你姑姑警告过我 说如果我敢动你 她就杀了我 再说了 你爸爸还为我工作 我却在这里和你乱搞这些事 你让我怎么面对她 莫小鱼无奈地说道 你放心 只要是这事你不说 就不会有人知道 我会保密的 杜小婉说道 而且 她见莫小鱼有妥协的迹象 内心开始狂喜 顾依依这个狗头军师 果然是有两把刷子 千里迢迢 就能指挥着自己 抓到了莫小鱼的七寸 莫小鱼当然不知道这些事 要是知道顾依依 一直都在遥控杜小婉 非得气疯了不可 杜小婉还说 自己没有和顾依依联系过 这都是胡扯 就在莫小鱼没起床的时候 杜小婉还悄悄和顾依依通了电话呢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万一被你姑姑知道了 我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不会 到时候 我会和她讲道理的 杜小婉非常的自信 讲道理 你姑姑要是讲道理就好了 莫小鱼说完就要离开 但是被杜小婉一把拉住了 干什么 还不走 等着吃饭呢 莫小鱼说道 你就这样的表现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杜小婉说道 你啥意思 莫小鱼一愣 问道 杜小婉脸色飞红 低头响了一下 好像是下定了决心似的 说道 我知道 这是你对你来说有些心理障碍 那我们怎么开始 开始什么 莫小鱼一愣 问道 当然是开始我们的关系了 你刚刚还答应了我的 你这就想反悔 杜小婉恼怒地问道 好好 你说吧 怎么开始 莫小鱼无奈地问道 嗯 那我们就从最简单的开始吧 你吻我 杜小婉说道 你说什么 莫小鱼愣道 杜小婉没说话 指了指自己的嘴唇 闭上了眼睛 莫小鱼不是有心理障碍 她心里有个屁的障碍 只是碍于杜曼学的警告 她不可能心里不能有些顾忌 但是这丫头什么时候学得这么刁钻了 所以她决定先过去这一关再说 于是看看楼梯口 慢慢地凑了上去 她能听到杜小婉的心跳声 别看这丫头杂杂呼呼的 其实心里胆小得很 现在只不过是强撑着罢了 要是没有顾依依给她下的药 她估计早就落荒而逃了 稚嫩的胸脯起伏不定 从起伏的频率也可以看出来她有多紧张 等两人的嘴唇终于接触在一起时 莫小鱼明显地感觉到杜小婉哆嗦了一下 被齿轻起 完全被动地配合着莫小鱼的一举一动 只要是亲吻 不可能不搂抱在一起 而当衣衫单薄的夏天 两人这么紧紧依靠在一起时 会发生什么事可想而知了 莫小鱼在不断地向前 杜小婉不断地后退 一直到把她顶在了一个架子上 她再也后退不了 莫小鱼的脑袋此时有些不清醒 满脑子都是火一样的东西在燃烧 不知道是被杜小婉引燃的 还是早晨时和杜曼雪之间的雨火未了 可是这一次杜小婉害怕了 因为莫小鱼的手不但不老实了 而且已经开始脱她自己的衣服了 这完全在她的意料之外 如果换一个地方 她可能这么稀里糊涂地 就把自己交给莫小鱼了 可是这里是姑姑家 她的脑子里一直都在绷着这根弦呢 所以当见到莫小鱼来真的了 她一把推开了莫小鱼 静止朝着楼上跑去 莫小鱼一把没拉住 当她到了楼上时 发现杜小婉早已不知道去哪里了 重新回到了楼上 杜曼雪还在睡觉 她只好再次泡进了冰水里降火 喂 你在搞什么 她玩真的 你不知道有多吓人 要不是我跑得快 估计就被她得逞了 杜小婉骑着自行车到了大街上 这才给顾依依打了个电话 说道 咦 这么好的机会 你都浪费掉了 这不是你一直都想的吗 顾依依说道 可是 那是在我姑姑家好吧 我是看出来了 莫小鱼真是色胆包天 没有她不敢干的事 杜小婉说道 那你的意思是 如果不在你姑姑家里 你就赶了呗 我家里的钥匙你有啊 你可以把她叫到我家里去 我告诉你 机会难得 要是错过了 你不要再来找我了 顾依依说完就挂了电话 冰水冷得像是针扎一样 但是莫小鱼内心里的火焰 依旧是难以扑灭 这真是冰火两重天的感觉 就在莫小鱼难以忍受这种感觉的时候 洗手间的门再次被推开了 光着身体的渡漫雪 迷迷糊糊地坐在了马桶上上厕所 听到旁边有人呼吸的声音 扭头一看是莫小鱼在泡澡 我以为你走了呢 怎么还在泡 说着 想要去摸一把莫小鱼 但是因为手臂不够长 一下子摸到了浴缸里的水 冰凉的水 把它一下子凉醒了 你这是干什么 水这么凉 会感冒得好吧 渡漫雪说着 去摸莫小鱼的额头 但是我却发现 她的身上热得很 可是水里 还还漂浮着不少的冰块 小鱼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怎么会这样 渡漫雪吓得一点都不困了 一边拉着莫小鱼 一边拿来了浴巾 我没事 就是热 太热了 心里有很多的火 像是要烧着了一样 莫小鱼说道 怎么会这样呢 你起来 起来 不能这么喜 会生病的 渡漫雪说着 就要去拉莫小鱼 但是不成想 自己没有把莫小鱼拉出来 莫小鱼却把她 拉进了冰冷的浴缸里 而且 这还不算完 就在她要挣扎着 要起身的时候 被莫小鱼摁在了浴缸里 从她的身后 进入了她的身体 渡漫雪被冻得瑟瑟发抖 毫无快乐可言 可是就在她想要挣托 莫小鱼的束缚逃离这里时 她却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 渐渐有了温度 也不像刚才那么冷了 反倒是有了温暖的感觉 当一切都结束时 渡漫雪感觉到 鱼缸里的水 不但不冷了 反而觉得有些烫人了 坐在水中 依偎在莫小鱼的怀里 倒好像 是在泡温泉的感觉了 这是怎么了 我怎么感觉不对劲呢 渡漫雪问道 不知道 我在日本的时候 被人下了药 是一种和古毒 混合在一起的药 具有极强的催情作用 现在还时不时 会爆发一次 莫小鱼说道 什么 怎么会有这种事 那怎么办 万一 万一在外面发作怎么办 渡漫雪紧张地说道 说得也是 实话告诉你 我刚刚就差点犯了错误 要不是你这里有冰有水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 莫小鱼看着 杜漫雪的表情 开始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了 你怎么了 杜漫雪问道 没什么 我什么都没做 是 是杜小婉 莫小鱼打了一个寒颤 说道 杜小婉 他来过了 杜漫雪愣道 嗯 刚刚被我撵走了 我感觉到不对 就把他撵走了 然后上来泡冰水 莫小鱼说道 杜漫雪文言 从莫小鱼的怀里躲开 然后坐到了浴缸的扶手上 看着莫小鱼严肃地问道 你真的没有对他做什么 天地良心 我怎么可能 而且这是吧 你得好好和他说一下 如果他不是在下面一个劲的撩拨窝 我也不会控制不住自己 待会你看看监控就知道了 对了 找人把下面地下室里的东西都拆了 他还威胁 要把这里的事都给你报出去呢 趁早做点准备吧 莫小鱼说道 这孩子疯了吧 杜漫雪说道 我看也是疯了 还有地道 我看也用不着 把门堵死吧 而且你必须和他好好谈谈 这个年纪正是叛逆的时候 万一把你的事给报出去 你后悔都来不及 还说女台长包养男大学生 这是个好新闻之类的 这都是谁告诉他的 莫小鱼问道 我 我怎么知道 这孩子疯了 不行 我待会就给他打电话 这孩子疯了 杜漫雪气得脸色煞白 莫小鱼说道 你也不要很生气了 他主要是冲我来的 你和他谈谈 能谈就好好谈 不能谈就往我身上推 一个小丫头骗子 还能解决不了吗 你说得倒轻巧 怎么解决 杜漫雪说完 裹上浴巾出去了 不一会莫小鱼 就听到了杜漫雪 在外面给杜小婉打电话了 喂 小婉 我是姑姑啊 你现在在哪呢 哦 我在同学家里玩呢 有事吗 姑姑 也没啥事 你在哪 姑姑去接你 中午请你吃大餐吧 杜漫雪说道 好啊 我待会把地址发给你 到时候见 杜小婉很爽快地 答应了杜漫雪的邀请 莫小鱼这个时候出来了 问道 同意了 嗯 不过我听着 好像没事啊 别看表面 你最好 把她约到一个人少的地方 免得到时候吵起来 搞得大家都不好看 莫小鱼说道 我知道 还反了她了 小丫头骗子 我这么疼她 她居然能干出这种事来 杜漫雪生气地说道 莫小鱼说道 你看看 你这个态度就有问题 别怪我没提醒你 谈崩溃了 可别怪我 杜漫雪白了莫小鱼一眼 说道 你给我闭嘴吧 你也是不好东西 你没事撩布她干啥 我看 这事和你脱不了干系 怎么又扯到我身上了 我要是那样的人 我都不告诉你了 直接把她办了不就是了 你敢 看我不淹了你才怪呢 杜漫雪威胁道 莫小鱼赶紧闭嘴不言了 这时候说啥都是错的 干脆不说了 否则的话 肯定没什么好果子吃 杜漫雪也顾不上再休息一会了 更顾不上招呼莫小鱼了 要是不把杜小婉的想法掐死在摇篮里 那这事就大了 不但是莫小鱼 就连自己也没法向大哥交代 杜漫雪接到杜小婉的地方 是顾依依所住的小区 她是在同学家里不错 但是这个同学却不在家 她拿着人家的钥匙进的家门 这是你哪个同学家里 杜漫雪问道 我同班同学 你又不认识 姑姑 你想请我吃什么 杜小婉问道 那你想吃什么 杜漫雪温婉地问道 姑姑 我猜 你不是请我来吃饭的 而是有事要和我说 对吧 杜小婉的直接了当 让杜漫雪都吃了一惊 这丫头啥时候这么泼辣了 这都被你猜到了 看来我家小婉真的是长大了 那好吧 吃饭的事我们就放一放 我们找个地方喝杯咖啡好不好 顺便聊聊 我们好久没有正经聊过天了吧 杜漫雪说道 好 那就喝咖啡吧 杜小婉笑笑 嘴角带着一种骄傲的味道 这让杜漫雪感到很不妙 可是 她还没到退缩的地步 凉风袭袭的空调房里 杜漫雪和杜小婉相对而坐 杜小婉没有先开口 她在等着 等着姑姑沉不住气 小婉 你现在谈恋爱了吗 杜漫雪直接了当地问道 有 也算没有 我喜欢她 但是她不喜欢我 老是拒绝我 可是我就是喜欢她 喜欢得不得了 我感觉 如果再这样下去 我这辈子就毁在她身上了 杜小婉说道 杜小婉的话让杜漫雪震惊 她没想到杜小婉会陷得这么深 而且 如果这个人是莫小于的话 杜漫雪的心里真是悲喜交价 悲得是 如果是莫小于 那自己该怎么办 喜得是 如果是莫小于 这家伙就是没有骗自己 她确实是没有对杜小婉怎么样 有这么严重吗 杜漫雪试探着问道 姑姑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现在满脑子都是她 只要是听到她的消息 我就非常的开心 虽然我知道 她不属于我 但是我能看到她 听到她的声音 我就很开心了 杜漫雪一听孩子着魔了 想要劝解她 说道 这只是你现在的想法 其实好男人有的是 你太偏激了 她有那么好吗 姑姑 你有两千万吗 杜小婉问杜漫雪道 没有 你要那么多钱干嘛 杜漫雪问道 不是我要 我就是问问 如果你有两千万 你舍得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吗 杜小婉继续问道 杜小婉问得如此明白 如果杜漫雪再不明白怎么回事 那她就太笨了 毫无疑问 杜小婉知道 莫小鱼替她爸爸堵窟窿的事了 那时候 我妈每天都在哭 我感觉我们家就要完了 上哪去找这么多的钱堵窟窿 那样我爸爸只能是在监狱里过上几十年了 我感觉天就要她了 她就像是白衣骑士 从天而降 拯救了我的家 姑姑 从那个时候起 我就在想 她是一个好人 我得怎么样才能谢谢她 杜小婉的眼睛里泛着光芒 但是杜漫雪的心一片冰凉 小婉 我知道你这是想报恩 对吧 但是报恩的方式有很多种 你没有问过你的恩人 她是怎么想的 她需要你报恩吗 杜漫雪问道 我不管 她不需要那是她的事 但是我要做 是我的事 姑姑 我知道 这会让你受伤 但是 我真的无法自拔了 杜小婉直接向杜漫雪挑明了 杜漫雪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向她解释自己的想法了 如果不把话说清楚 他们之间还能相互装糊涂 但是现在面对杜小婉的宣言 杜漫雪说道 那好吧 如果你认为你是对的 她也同意 我没话说 但是我要提醒你的事 强人所难 那就不叫报恩了 那会使她感到不舒服 到时候 受伤害的 是你和她了 杜小婉原本是准备了很多话 要和杜漫雪辩论的 但是没想到自己的姑姑 居然这么爽快地答应了 而且是这样的结果 让她感觉到 有点不可思议 杜漫雪放下咖啡杯 想要招手买单时 被杜小婉拉住了 姑姑 我知道 我这么做很不道德 你还会喜欢我吗 还会疼我吗 杜小婉问道 杜漫雪看着执女稚嫩的脸庞 没说话 但这绝对是她的态度 那就意味着杜小婉 在莫小鱼和姑姑之间 绝对要选择一个 这让杜小婉非常的绝望 以后不需要我疼你了 自然会有人比我还疼你 不是吗 不是 姑姑 她从来对我都是不假词色 我都不知道 自己的选择是对是错 但是这个人在我心里过不去了 好像是打游戏一样 每次到这里都会被卡死 再也过不了这一关了 杜小婉说道 那你什么意思 就是要通关才行吗 杜漫雪问道 姑姑 你放心 我不会把这个人缠着不放的 也许某一天早晨 一觉醒来 我就不喜欢她了呢 杜小婉自欺欺人地说道 杜漫雪没理会这丫头的胡说八道 说道 小婉 那是你的事 但是 我想 这件事还是只有你我知道吧 不要告诉其他人 更不要告诉你的父母 你父亲和他还有生意上的往来 万一你父亲知道了 他该多伤心 杜小婉跟着杜漫雪到了车里 突然把住了杜漫雪的胳膊 撒娇地说道 姑姑 你不会这么小气吧 我只是想知道这个男人的滋味而已 再说了 他也不是只有你一个女人吧 顶多就是多了一个人而已 我又不会和你争 杜漫雪看着这个侄女 显得有些不认识他了 这是他说的话吗 怎么会变成了这样 小婉 如果我和你不是这种关系 你和她有什么关系 我都不会反对 你看姬可欣和她也是就缠不清 还在我的家里 我说过什么吗 可是我们是孤知关系 这关系到伦理道德 你明白吗 杜漫雪 语重心长地问道 不明白 在我看来 我和姬可欣没什么区别 杜小婉说道 杜漫雪一看 这丫头已经是半个白痴了 没法讲道理 闭口不言了 自顾自地开车离开咖啡馆 看着这丫头下了车 又去了她同学家玩 杜漫雪无语了 将车停在路边 给墨小渔打电话 喂 谈好了 墨小渔接通电话问道 没有 谈崩了 也没有 那你们谈啥了 好坏总要有个标准吧 墨小渔问道 哎 别提了 我被她谈的事 一点脾气都没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杜漫雪说道 要不然见个面吧 我在唐州大酒店呢 你过来吧 我在咖啡厅等你 墨小渔说道 又是咖啡厅 杜漫雪嘟嚷着挂了电话 墨小渔出现在盛大投资 基本是个摆设 也没人有时间搭理他 都忙得很 但是在和杜漫雪见面之前 墨小渔去了杜漫山的办公室 大哥 忙吗 找你说点事 墨小渔说道 你是老板 我在忙也有时间啊 喝点啥 杜漫山笑笑说道 白水吧 公司那边还没装修好吗 墨小渔问道 基本差不多了 昨天苏总过去看了看 基本都很满意 但是味道太大了 怕对身体不好 决定再晚一个月再搬过去 杜漫山说道 这是应该的 身体重要 你们都累病了 我指望谁去 墨小渔说道 呵呵 你早晚是要出来掌握大局的 我们就是打工的 杜漫山笑笑说道 墨小渔摆摆手 说道 打住吧 我可干不了这个 再说了 我对这种废脑子的事也做不来 杜漫山笑笑 没说话 等着墨小渔说事呢 人家老板客气 你也只是当作客气就好了 哪能当真 大哥 对于英泽集团 你有什么想法吗 墨小渔问道 杜漫山一愣 没明白墨小渔 怎么突然提起了英泽集团的事来 愣了一下 问道 你的意思是 我是说 如果盛大投资吃下英泽集团 你觉得怎么样 吃下英泽集团 这可不是小事 英泽集团是上市公司 体量不小 以目前盛大投资的规模 吃不下去吧 再说了 英泽集团也不会同意的 虽然最近英泽集团有些波折 但是实力还在 而且 他们有不少的存储土地 别的不说 单单在城北 就有一座矿山 在和别人谈着呢 好像是要出手 如果这个矿山出手的话 英泽集团的资金压力 会马上得到缓解 杜漫山说道 英泽集团还有矿山 我怎么没听说过 墨小渔问道 这座矿山是当年 沐英泽作为一个抵债项目 拿下来的 但是因为它是搞房地产的 所以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意识 在五年之前 市政府到了年关 没钱发工资 只能是向沐英泽借款 但是过了年 依然没钱还 市里就把这个所谓的矿山 抵给了沐英泽 可是这个矿说起来是矿 但是一点都没开采 只是说 探明这里有石墨锡矿 但是什么东西是石墨锡 没人知道 沐英泽是搞房地产的 更不关心这事 这是当年是龙顶天一手操作的 他应该对这是更清楚啊 杜漫山说道 墨小渔想了想 说道 是不是如果英泽集团 把这个矿卖成了 那就等于是 有了资金 可以和我们竞争了 这是毫无疑问的 而且将是我们在唐州的大敌 盛大投资是外来户 而且 也只有潘家村这一个项目 而英泽集团有大量的土地储备 据说有几千亩 这都是龙顶天帮着拿下来的 我估计他现在后悔的长子都清了 杜漫山说道 墨小渔开始时感到很奇怪 觉得杜漫山怎么老实攻击龙顶天 难道只是因为龙顶天当初陷害过他 但是后来一想 是 但也不全是 可能还是和杜漫学有关系 而龙又轩和墨小渔的关系 啥样他肯定也知道 那你们好好经营盛大投资吧 我负责缴获英泽集团这笔生意 坚决不能让他们做成了 否则的话 我们就太被动了 墨小渔是说道 行 这是你肯定在行 那你忙吧 我约了曼雪在下面喝咖啡 大哥要不要一起来 墨小渔问道 我就不参合了 你们聊吧 杜漫山说道 墨小渔到了楼下的咖啡厅时 杜漫学已经到了 但是却没有给墨小渔打电话 只是呆呆地坐着 这让墨小渔感到很奇怪 来了很久了 没有 我也是刚到 没给你点 你自己要吧 杜漫学非常疲惫地说道 要是累了 就上去开个房间 躺在床上聊 岂不是更好 墨小渔开玩笑道 那丫头走火入魔了 我是劝不了了 这是必须告诉我大哥 否则的话 没人能管得了他了 杜漫学说道 墨小渔却不以为然 他之所以告诉杜漫学这事 就是想为自己做过的事背书而已 让他知道 自己和杜小婉的事 的确是不怪自己 别到时候 你们都把责任都推到我的头上来 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墨小渔想着去找顾依依一趟 一切都是这丫头捣的鬼 必须让他帮着杜小婉解除心魔 否则的话 自己饶不了他 他不知道的是 杜小婉现在所做的这一切 依然是他在捣鬼 而且是遥控着杜小婉捣鬼 可见他的能力有多强了 你有什么数 墨小渔 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他居然说 我只是借你的男人用用而已 我当时就想大耳瓜子抽他 但是忍了再忍 这才没有发作 否则的话 我真是要疯了 杜漫学说道 没必要生气 你知道吧 最关键的不在他那里 在我这里 我只要是忍得住 就没事 我一定会忍住的 你放心吧 这几天 我可能就要离开唐州了 他上哪找我去 墨小渔说道 你又要走 去啊 你就不能消停点吗 杜漫学瞪大了眼睛问道 我这不是为了躲他吗 墨小渔开玩笑道 屁话 我不信 杜漫学生气地说道 我也不信 呵呵 我有其他的事 说不定等我回来时 他就没事了 墨小渔说道 去几天 杜漫学问道 不知道 可能很快 也可能要待一段时间 看看实际情况吧 我尽量早回来 墨小渔说道 是出国还是国内 杜漫学依旧是不放心地问道 当然是国内了 南方苗疆 我打听了 我身上的古毒 只有去苗疆 可能有这样的解决办法 不能老是这么时不时地发作吧 万一哪天把杜小婉怎么着了 你还不得把我给杀了 墨小渔回到酒店租住的房间里时 苏菲刚刚开完会 看着他疲惫的样子 很是心疼 为了给墨小渔赚钱 他可是一点都没有偷懒 累了吧 来 他到沙发上 我帮你按一按 对了 我这几天一直都没看见佳佳 他去哪了 墨小渔问道 你走了之后 他在这里待得没近 我让人来接他 去凤凰岛了 一朝怕蛇咬十年怕警生 他觉得还是在那里安全一点 对了 你可以和他视频一下 这么久没见面了 他昨天和我通电话时 还问你了呢 我说你老是去世了 你很忙 他就没再找你 苏菲说道 哦 我说呢 没事 只要他没事就好 我以为他去哪旅游了呢 墨小渔说道 我是劝他到处走走 但是没有你在身边 他不敢出去 这丫头被吓怕了 这丫头被吓怕了 苏菲说道 我明天要去一趟南方 你们还有事需要我干嘛 墨小渔问道 苏菲翻过身来 看着墨小渔 又看看房间里确实是没人了 这才眯着眼 说道 我们没有事需要你干 但是有人需要你干 你敢吗 嘿嘿 我就在等你这句话呢 墨小渔抱起苏菲进了卧室 随着房门的关闭 卧室里一片春色荡漾 一个小时后 墨小渔爬了起来 但是被苏菲拉住了 说道 这就要走了 你也太不负责任了吧 乖 我明天要走了 还有点事没安排好 还得去我亲妈那里抱个道 哎 忙死我算了 对了 你得留意一件事 英泽集团要卖一个矿山 你找潘兴安问问 让他和原来的同事联系一下 就说是我说的 看看墨正琪有什么动作 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这个墨正琪比他爹还危险 这是个异常能隐忍的人 有什么最新消息 立刻给我打电话 墨小渔说道 他还想怎么样 苏菲问道 我不知道 我和杜曼山聊起过 我想让盛大投资 吃掉英泽集团 但是听说墨正琪在卖矿山 据说这个矿山卖掉 英泽集团的资金压力 将一下就解决了 这是个很重要的消息 我的意思是搅和 让他卖不成这个矿山 墨小渔说道 就你坏 不过单单以盛大投资的实力 的确是没有可能吞下英泽集团 苏菲说道 嗯 只要是好项目 找合作伙伴不是问题 北京的梁总 金门的英总 都是可以的 墨小渔说道 苏菲没再说话 也没再拦着墨小渔 墨小渔穿好了衣服 俯身亲了一下苏菲的脸蛋 然后向门口走去 去哪 一开门 小飞花就在门口堵着了 我有事 你这是去啊 一直都在这里偷听呢 有意思吗 墨小渔问道 不是我要偷听 而是有人找你 大美女 墨小渔 我就奇了怪了 这些女人吧 都长得也可以 怎么就有一个缺陷呢 上天真是公平啊 给了他们好的脸蛋和身材 但是缺陷也随之而来 可惜了 墨小渔不知道他说的谁 问道 什么缺陷 眼瞎了 眼瞎了 墨小渔一愣 不知道来的是谁 急忙问道 要是他不是瞎子 为什么都会看上你这个人渣呢 小飞花挑衅地问道 墨小渔指着小飞花的脸 点了点 无可奈何 墨小渔没想到 来的是蒙秋纳 看到墨小渔时 显得很高兴 墨老板 我可找到你了 要不是姬圣洁告诉我 我都不知道你开公司了 蒙秋纳说道 听蒙秋纳这么说 墨小渔恨不得把姬圣洁叫来掐死他 不是我开的公司 你找我有事 墨小渔问道 嗯 我听那个丁老板说 你以后就不再去那个画廊了 那家画廊成他的了 墨秋纳问道 对 我还在上学 所以不适合再开那个门头了 他是我师兄 你可以继续在那里打工 墨小渔说道 墨老板 我来找你 也是因为这时 那个丁老板看上去挺好的 但是他看我的眼神 我很不适应 我想 你这里要人吗 我可以在你的公司里继续打工吗 你知道我的 我干什么都可以 学历也可以 所以 蒙秋纳的意思是到盛大投资来打工 这倒是让墨小渔一愣 自己走到哪里 蒙秋纳就追到哪里 他倒是没想过蒙秋纳有什么企图 只是觉得这女孩子还挺重情义的 墨小渔一想 反正公司也是刚刚成立 正是用人之计 所以就点点头 说道 行吧 你让姬圣洁带你去找杜总面试就行了 蒙秋纳千万谢地去找姬圣洁了 墨小渔一回头 看着小飞花撅着嘴 怎么了 谁得罪你了 墨小渔问道 这个女人不好 我在画廊里借宿时 处处和我过不去 连让她给带饭都不带 气死我了 刚才本想看个笑话的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小飞花说道 什么样的人 墨小渔问道 见色忘义呗 小飞花跟在墨小渔的屁股后面说道 哎 你别再跟着我了 我要回家 见我妈去 你跟着算咋回事 万一我妈相中 你让我娶你咋办 墨小渔说道 那你就娶了呗 我可以凑合 对不起 我不凑合 说完 墨小渔出了酒店大门 开车要走 但是刚刚上了车 小飞花就拉开车门坐在了副驾驶上 不但如此 墨小渔到了杨帆家时 已经是晚饭时分了 小飞花就真的跟着要进门 哎 你不能进来 这是我家 墨小渔说道 我知道是你家 但是我饿了 墨小渔 别说我就过你的命 就是普通朋友到了家门口了 你也不能往外撵吧 小飞花跟着墨小渔这么多天 现在嘴皮自恋的那叫一个利索 还学会讲理了 两人正在理论呢 不远处又开了一辆车 谢家人下班回来了 老远就看到门口的两人在说着什么 哥 这是新嫂子啊 谢家人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上来就问道 什么叫新嫂子 胡说八道 墨小渔无奈地不再理会小飞花 上前敲门 谢家人看着小飞花 伸手说道 我叫谢家人 她同母异父的妹妹 哦 你好 我叫 行了 走 进去吧 妈 做我们的饭了吗 回来蹭饭了 墨小渔说道 还没做饭呢 多加点就是了 杨帆说道 但是一眼就看到了小飞花 古怪地看了一眼墨小渔 谢家人招呼小飞花坐下 而墨小渔则是被杨帆叫到了厨房里 儿子 这丫头是谁啊 不是你女朋友吧 杨帆板着脸问道 当然不是了 我会喜欢这样的吗 我的保镖 保镖 你还用请保镖 既然是请保镖 干嘛不找个男的 你让龙又轩怎么想 她知道这是吗 杨帆一连串的问题 让墨小渔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她知道啊 有什么事我都会和她打招呼的 这是你放心吧 不会出问题的 墨小渔说道 我是说 你年纪不小了 做事靠点谱好吧 杨帆说道 我知道 不会做不靠谱的事 墨小渔说道 杨帆听出来 墨小渔是在敷衍她 但是儿子大了 又不是从小跟着自己 杨帆不敢说得太重了 只要是不违法犯罪 她就可以迁就 她不知道的是 墨小渔在外面干了多少违法犯罪的事 只是这些事情 没找到她的头上而已 小飞花又没有把自己当成是她的女朋友 所以一点形象都不用顾忌 桌子上三分之二的饭都被她吃了 看得墨小渔直摇头 而谢家人和杨帆则是目瞪口呆 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么能吃的女孩子 不愧是干保镖的 那个 花花 你们平时也要训练吗 累吗 谢家人看到这女孩这么能吃饭 问道 嗯 很累 我们是时刻要为主人献身挡子弹的 我是属于能打的 有的人大高个 皮操肉厚 那就是人体盾牌 专门挡子弹的 小飞花说道 哎 花花 你给我当保镖呗 我现在的保镖是个男的 不太方便 你给我哥当保镖多少钱 我给你双倍 谢家人说道 不干 你哥不给钱 管吃管住 小飞花说道 谢家人和杨帆听到小飞花这么说 都看向了墨小渔 那意思是 你解释一下呗 这到底咋回事 墨小渔能解释个屁呀 吃完饭后 拉起小飞花离开了杨帆家 杨帆站在大门口 看着消失的汽车 叹口气说道 哎 一点也不省心啊 这不是跟着自己长大的 说吧 不敢说狠了 不说吧 心里又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你说这咋办 不用管了 我哥又不傻 他不知道好歹啊 再说了 龙又轩是吃素的 玩心眼 我哥还不是对手呢 对了 我得给龙又轩打个电话 说一声这事 哎呦 我的妈呀 你就别添乱了 谢家人说道 你懂啥 不用你管 说完 杨帆上楼 去给龙又轩打电话了 第二天一大早 墨小渔和小飞花一起出发了 没办法 昨晚小飞花 一直都是在车里睡的 也不怕热死 等到墨小渔起来 以为可以悄悄溜走时 一看车里 一双贼眼正在盯着他呢 想溜是吧 你去哪呀 小飞花问道 墨小渔脸色不大好看 上了车直接开车 小飞花则是去后座继续睡觉了 我说 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 墨小渔一边开车一边说道 禅定谷本是我们家的不传之宝 被你师父盗走好多年了 师门上下为了找到他 可谓是费尽了心血 好容易找到了 我哪能就这么轻易地放手呢 小飞花朦朦胧胧地说道 我靠 那你该去找那个老和尚 你找我有个屁用 墨小渔发火道 你是他的徒弟 而且还有见识 你可能不知道 我师叔偷了这么多年 他自己怎么不练呢 一来是没有合适的古读 禅定谷本 没有谷 是没法练的 而且 这种功夫三十岁之后再练习 已经没有意义了 三十岁之后 男人的各项机能都开始退化了 尤其是男性功能 一天不如一天 所以 我不怕他练 我怕你练 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跟着你 明白了吧 小飞花说完就睡着了 居然还打起了憨声 可见昨晚是困急了 傻貌 我要是练 还能让你知道 墨小渔自言自语道 你说什么 小飞花来了一句 吓了墨小渔一跳 墨小渔都不知道 他是真的睡着 还是装睡了 几个小时后 小飞花终于是熬过了醉困的时候了 两个人下车在服务区休息一下 这是到哪了 小飞花问道 山里 山里 你去山里干吗 又脏又乱的 小飞花皱眉道 去山里把你卖了 山里有不少的的光棍 看你长得也还算是能看 虽然不是细皮嫩肉的吧 但是干活肯定是把好手 到时候再生上几个孩子 你就老老实实在这里当一辈子农妇吧 怎么样 你要是现在离开 还来得及 墨小渔说道 听闻墨小渔这么说 小飞花不但是没有一点害怕 还笑笑说道 好啊 咱们走着瞧 看看谁卖谁 你倒是长得不错 还有文化 山里既然有南光棍 当然也会有女光棍 把你卖给那些女光棍 我看你和他们能生多少个孩 墨小渔看着她的样子 心想 你等着吧 有你后悔的 到时候让顾依依给你下股 让你再嚣张 接下来的路都是小飞花在开车 但是在墨小渔的指挥下 越开越往山里走 小飞花也开始害怕了 可是在路上自己的牛皮吹出去了 此时再想回头 已然是晚了 墨小渔早已告诉了顾依依 自己今天道 顾依依依一直都在魏灵寨门口 等着墨小渔 汽车拐过了一道山路 刺目的车灯照向了魏灵寨的大门 顾依依挥舞着衣服 向墨小渔示意 你就是来找她的 小飞花回头问墨小渔道 阿哥 你怎么才到 我都等了你一下午了 一直都在这里等你 咦 这个姐姐是谁啊 顾依依还不带车停稳 就拉开车门 发现开车的不是墨小渔 此时墨小渔从后面下了车 我的保镖 你吃晚饭了吗 我饿死了 先去你家里吃饭 墨小渔说道 说完 也不理会小飞花 和顾依依依一起在前面走 顾依依还不放心 回头一看 小飞花扛着大包小包的远远地跟在后面 顾依依开始时还不相信墨小渔的话 以为墨小渔又带来了一个女人呢 没想到这个女人帮着拿墨小渔带来的东西 这活也只有保镖能干了 墨小渔才舍不得让她的女人干这些活呢 顾依依的家里成了一个民宿 专门给到为灵寨来游玩的人住宿的 家庭经济条件好了很多 虽然知道自己大女儿和这个山外的男人好 但是却不知道自己的小女儿 也和这个男人有了不同寻常的关系了 爸 妈 姐夫来了 顾依依还是懂事的 至少没有把墨小渔占为己有 名义上墨小渔还是她的姐夫 顾依依的父母都是老实人 听说墨小渔要来 家里一大早就去赶场买了不少的菜 还杀了一头猪 像是过年一样 这没办法 山里人待客就是这样 实在 姐夫 你要在这里住几天吗 吃饭的时候 顾依依问道 嗯 可可很忙 正在准备舞蹈比赛 没时间回来 我是要去南方的 路过这里 来家里看看两位老人 墨小渔说道 小飞花看了一眼墨小渔 心想 这家伙简直就是在胡周八扯 自己以后一定要小心了 这家伙嘴里好像听不到一句实话 从认识他开始到现在 他说的话 你分不清哪句是真的 哪句是假的 而且 这个女孩叫他姐夫 可是从他们的言谈举止来看 还真是看不出 他们是姐夫和小姨子 倒是有点情人的味道 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们都很好 你给建的这个房子也很好 家里比以前好多了 你们不用挂念我们 顾依依的父亲说道 而且 为了显示他们对墨小渔的重视 还请来了寨子里的其他人 都是和顾依依父亲交好的人 目的就是来陪着墨小渔喝酒的 墨小渔虽然能喝 但是这种苗家自酿的白酒 还是让墨小渔早早地喝翻了 几个人连台带班地 把墨小渔抬进了楼上的客房 而顾依依耍了个心眼 江小飞花安排在了楼下的客房 而她自己的房间则是在顶楼 可以很方便地到墨小渔的房间里去 剩下的这些人继续喝 一直到喝到了后半夜 山中湿气重 露水也重 众人渐渐地都散了 此时墨小渔也醒了过来 一睁眼 看到自己的眼前坐着一个人 因为房间里没开灯 一睁眼房间里坐着一个人 还是把她吓一跳 阿哥 你醒了 喝水吗 顾依依问道 墨小渔拍了拍脑袋 这酒劲实在是太大了 有点头疼 墨小渔接过顾依依递过来的水杯子 一口气喝干了 不能喝就不要喝 那么拼干嘛 顾依依不满地说道 你父母高兴吗 还有外人在 无论怎么说 我也是你姐夫 这样你爸妈有面子吗 墨小渔坐起来 已在墙上 说道 顾依依向前爬了一步 依偎进了墨小渔的怀里 像蛇一样 攀附在墨小渔的身体上 直到蛇头够到了她的肩膀 在她的脖颈处 搜寻着什么东西 墨小渔身体意歪 人又重新躺在了床上 将顾依依压在床上 楼下的人还没全部散走 俩个人的声音很低 顾依依虽然极力地压抑着自己的声音 但还是有少许的声音外溢 墨小渔派人听到 一直都是和她湿滚着 借此封住了 她身体里发出声音的所有通道 阿哥 你怎么这么热 顾依依也感觉到了墨小渔身体的变化 问道 我在日本被人下了鼓毒 我来找你 也是为了解除这种鼓毒 这种鼓毒是一种很老的鼓毒 我也不知道你能不能解 只能是来这里碰碰运气了 墨小渔说道 古老的鼓毒 顾依依呢难道 但是话还没说完 又被墨小渔压在了身下 他们刚刚才结束 墨小渔就又再次开始了新一轮的进攻 这让顾依依既兴奋又担心 这毕竟是在家里 楼下还住着自己父母呢 万一这是被父母知道了 那墨小渔就麻烦大了 在墨小渔发泄了三次之后 顾依依终于得以逃脱 照这样下去 不只是自己要被她折磨死 就是她自己也会受到极大的损耗 毕竟男人的精气是有限度的 没有一点节制 终究是会精进人亡的 把这个喝了 可能会让你好受一点 不一会 顾依依拿来一碗冰水 她没有告诉墨小渔 其实这里面已经被她下了很重的安眠的药物 苗药都是草本药物 对身体没有副作用 墨小渔接过来 咕咚咕咚地喝了下去 不一会 就感觉到浑身酸软 而且头脑昏沉 在太阳气再次爆发之前 沉沉睡了过去 这让顾依依稍微安心了不少 从日本到现在 墨小渔都没有意识到 樱花鼓障的发作 其实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那就是这种鼓毒最怕的就是诱因 换句话说 只要是没有开头 一般很难引发 只要是开了头 不到本体精疲力竭 是不会停止的 在酒店里时 苏菲和陈婉莹 他们两人都被她折腾得没一点力气了 而在杜曼雪家里 要不是杜小婉跑得快 也会遭殃 但是为什么一路上和小飞花在一起没事呢 因为他们一直都没有开始 可是在这里 顾依依和她开始了之后 引发了情动 这种情动一发不可收拾 她本人已经没有了自控能力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如果不能治愈 只会越来越严重 看着墨小渔睡下后 顾依依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翻出乌精 连夜研究乌精 以期能找出治愈墨小渔的办法 这一觉 那叫一个昏天黑地 一直到第二天下午才醒过来 不过睡得确实是舒服了 你也太能睡了吧 昨天开车有这么累吗 一看墨小渔下了楼 小飞花上前问道 哦 太困了 几点了 几点了 这都到了下午三点了 人呢 墨小渔看看家里没人 只有小飞花在家里等着她呢 你岳父母都上山采茶了 你小姨子说是去什么 她姑姑家了 就只有我在这里等你了 小飞花说道 墨小渔知道 顾依依这是去那座古墓了 昨天自己记得 好像告诉她自己所种古毒的事情了 不知道她有没有办法 看来多出来那一股意识 依然是和樱花骨障有关系 能不能解除掉 就看顾依依的了 你在这里看家吧 我去山里转转 墨小渔说道 哎 你去啊 我得跟着你 你万一走了怎么办 真想把我迈在这里啊 小飞花不一道 墨小渔无奈 只能是让她跟着 哎 这里空气不错 早晨起来可舒服了 鸟语花香的 要是不这么穷就好了 生活设施方面还差了点 小飞花说道 既然你这么喜欢这里 待会从寨子里给你找个男人 晚上就可以洞房了 墨小渔面无表情地说道 墨小渔一路走来 记得以前就是这条路 终于看到了木道的入口 门换成了铁门 但是看得出来 是从里面关上的 于是墨小渔敲门叫顾依依 这是什么地方 她姑姑住这里啊 小飞花一看 这明明是座山嘛 须 她姑姑是狐仙 不住山里住哪里 从现在开始给我闭嘴 这里有很多的忌讳 你不要瞎说 明白吗 墨小渔说道 听墨小渔这么一说 小飞花顿时闭上了嘴 不再说话了 阿哥 你醒了 进来吧 这里面凉快 顾依依果然在这里 而且进门之后 把墨小渔吓了一跳 以前这里黑曲曲的 不见光亮 可是现在这里 居然扯上了电灯 而最让墨小渔惊奇的是 满地上很规则地摆放着大大小小的玻璃器皿 有大有小 有方有圆 进了门之后 小飞花不用墨小渔嘱咐 早已吓得站在门口不敢动了 因为这些器皿里都是蛇虫 有的还在不停地厮杀 到处一片嗡嗡作响 看得人头皮发麻 她现在开始后悔 跟着墨小渔过来了 这些都是你养的 墨小渔问道 对 这都是我根据《乌经》上的记载 重新发掘了这些蛊虫的品种 无论是从质量还是数量 都超过了我姑姑 你看这个东西 说着 顾依依从一个玻璃器皿里 拿出来一只蝎子 很小 但是却非常的好看 因为这只蝎子是紫色的 这是什么 刚刚在顾依依手里 还活蹦乱跳的蝎子 到了墨小渔的手里 却老实得很 我叫她子龙 她是最厉害的 一共咬死了三条剧毒的蝎子 十七只蜈蜈 还有五只她的同类 可以说剧毒无解 我还没有找到 可以解除她毒性的东西 但是没事 我已经驯服过她了 我告诉你 怎么控制她 顾依依凑到墨小渔的耳朵边 和她说起了悄悄话 墨小渔看看 早就看傻了的小飞花 说道 要不然你去外面等着 你还赶进来吧 里面还有好多呢 小飞花摆摆手 慢慢退出了门 然后墨小渔就听到了门口小飞花呕吐的声音 这只子龙是我特意为你培养的 可以说只要是带着它 一般就没事 但是如果你不想对方死 还是不要用 剧毒无解 顾依依说道 这些日子 你就在这里养这些蛊虫了 没有做点其他的 我记得下面的那些带字的铜简和乌鲸 好像是有些关系 你没有下去看看吗 墨小渔问道 我自己怎么敢下去 这不是一直都在等你来吗 但是从乌鲸的这些记载 这已经是够我研究一辈子的了 我哪还有精力去研究那些铜简 但是那些铜简才是乌鲸的本源 如果能把那些铜简整理出来 可能对你研究乌鲸有更大的作用呢 墨小渔说道 两个人不知不觉间 就到了洞穴中间的位置 这里好像是一处天井 直通上面的山坡 可以让这里有些光亮 可是我不想一辈子都待在这里 我想跟着阿哥去看外面的世家 阿哥 你这次能带我走吗 顾依依问道 你改好了吗 墨小渔问道 阿哥 只要是你带我走 不要让我离开你 我一定会听你的话 绝不会再给你添麻烦了 也不会再自作主张 顾依依说完 慢慢地跪在了墨小渔的面前 这样的话 你说了很多次了 但是每一次 你都是一犯再犯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还有 我问你 杜小婉的事 你还是没听我的话 对吧 没有 我从回来就没再和她联系过 顾依依说道 是吗 顾依依 你还敢骗我 你看看这是什么 你忘了你的手机卡和手机都是我给你买的了吧 我来这里之前 特意去营业厅打了通话详单 发现 这几天你和她通话频繁 而她对我诱惑的时候 是你们通话最频繁的时候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墨小渔看着跪在地上的顾依依说道 这次来 一来是为了兑现自己的承诺 顾依依回来时 墨小渔曾答应她 要来看她的 二来也是为了解除樱花骨障的余孽 以期能解除这东西对自己的束缚 现在真是太不爽了 一个男人要是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 那这个男人离死不远了 阿哥 其实我这都是为你好 真的 我真的是为你好 顾依依说道 为我好 你明明知道 我和杜小婉的姑姑的关系 你再让我和杜小婉发生关系 她姑姑能饶了我 杜小婉的父亲 现在是我公司的经理 他要是知道了这事 我的公司还要不要了 墨小渔问道 可是 这些东西对你来说 都是小事 要是没命了 要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 顾依依抬起头来 问道 什么意思 墨小渔一正 问道 阿哥 从你到魏灵寨 我有多喜欢你 你该知道 要不然 我也不会从我姐姐手里 把你抢过来 可以说 只要是你想要的 我都会想方设法地帮你弄到 如果说 当时我想把杜小婉介绍给你 是你看她的眼神里 有一种只有我懂的暗示 那时我也不知道 她是杜曼学的侄女 可是后来你给我带来了乌精 我从乌精里学到的 不单单是养这些虫子 还有很多 顾依依说道 因为地上就是石板 所以跪在地上不多久 顾依依的膝盖就失去了知觉 刚刚停下话头 她就是想要让自己的膝盖活动一下 然后继续为自己辩解 编 继续辩 墨小渔心有怜悯 但是她刚刚还在骗她 如果不是自己拿出来电话通话详单 她还是会继续骗自己 墨小渔可以骗别人 但是绝对不能容忍有人骗自己 所以 尽管顾依依跪在地上 显得很难受 可是墨小渔没有让她起来的意思 阿哥 我虽然骗了你 但是我害过你吗 我是不是都是为你好 伤害你的事我做过吗 我人都是你的 你要是不好了 对我有什么好处吗 顾依依质问墨小渔道 这点来说 墨小渔还真是挑不出来 别的女人多少都利用 或者是害过墨小渔 门外那个就不用说了 只要是墨小渔高兴了 小飞花肯定不会高兴 接着说 从很早我就发现 你每次从杜曼雪那里回来 就会精神百倍 用乌精上的话来说 阳气厚重 我当时很纳闷 当我和杜小婉无话不谈时 她告诉我 其实她姑姑和她一样 也是白虎 寸草不生 墨小渔听的云里雾里 不知道这丫头 这又周哪去了 不过 这一次顾依依倒是没说错 杜曼雪的确是自己的加油站 每次吸收了杜曼雪的阴气之后 总能让她倍感精壮 开始时 我也不知道这是咋回事 但是后来你拿来了乌精 随着对乌精的研究 我才渐渐明白 根据乌精的记载 有一种男人的命 就是白虎命 这一辈子都要白虎来养活 因为你的身体是质阳 而白虎是质阴 质阳如果一直都是质阳 早晚会被自己烧死 而质阴则早晚会因为阴气太重 而克己克服 家里人都得不到好处 顾依依说道 墨小渔看着顾依依 都不知道这丫头说的是真是假了 说道 站起来说 顾依依这才爬了起来 因为贵的时间长了 膝盖失去了知觉 差点没歪倒 所以 我必须为你找这种知音之人 为你续命 只有阴阳调和 才能好好活着 否则的话 像是昨晚那种发作将不可避免 我是没有这样的能力 照你这么说 有渡慢血不就行了 还有拓跋青碗 干嘛还要糟蹋杜小碗 谁说那是糟蹋他 那是救他 如果没有你 他早晚也会像他姑姑一样 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而且 杜曼雪年纪大了 随着年龄的增大 阴气会慢慢降低 到头来 谁还能帮你 而这种知音白虎 可遇而不可求 如果不是为了你 我怎么会对杜小碗下手 顾依依非常委屈地说道 可是我和他姑姑 还有他父亲的关系 在那里摆着呢 我实在是难以下手 墨小渔说道 谁也没让你现在下手 杜小碗只是个储备而已 我是让你先和他交往着 如果你想下手 他不会反对 如果你不想现在下手 那就好好和他交流着 以防他会爱上别的男人 顾依依说道 你和我说的这些都是真的 墨小渔还是有些不幸地问道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相信我 但是你从拓跋青碗那里 和杜曼雪那里 你肯定会有过这种感觉 阴阳调和之后 整个人都感觉不一样 精力充沛 像是重新活了一回一样 顾依依说道 墨小渔点点头 她确实是有这种感觉 以前不会知道怎么回事 墨小渔还以为是那套酒器的功能 难道不是吗 关于那套酒器的秘密 谁都不知道 墨小渔也没打算告诉顾依依 对了那种古老的古毒名字叫樱花古障 也是和古毒有关系 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控制了 仿佛体内有一种无名的意识到处乱穿 我都无法控制它 墨小渔说道 那是什么东西 顾依依问道 我不知道 所以我想过 既然是古毒 那就应该能解 这不是来找你吗 墨小渔说道 顾依依想了想 说道 这样吧 我记得乌经上有一种治疗古毒的方法 但是是在不知道是什么古毒的情况下实验的 虽然知道你中的叫樱花古障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中国的和日本教法可能不一样 和不知道是什么古毒差不多 要不然还是试试吧 顾依依说道 顾依依现在说的 和刚刚说过的那些事 墨小渔依然是有些半信半疑 墨小渔想到了自己能够在对方毫无防备的情况 进入到对方的意识里去 何不对顾依依也用一次 也看看她到底是在骗自己 还是说的都是真的 墨小渔说着 看向顾依依 说道 你看着我的眼睛 顾依依依一言看向墨小渔 她是毫无防备的 墨小渔想知道 她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还是在忽悠自己呢 还是在为她自己的胡作非为找理由呢 瞬间 顾依依就觉得自己看到的 不再是墨小渔的眼睛 而是汪洋大海 波浪滔天 墨小渔没有感觉到 她丝毫地反抗 因为她对墨小渔是绝对的信任 所以墨小渔说什么 那就是什么 墨小渔很顺利地 就进入了她的意识里 她的所有意识一目了然 我一直被迷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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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不随の眼睛